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現在要解的問題 絕對不是數學的密集的問題 這個國家要解的很多的問題 是人的情緒 人的感情 包括巨砍七天假的問題 就是人的問題 人的情緒 人的價值 人的很多的感覺問題 這個對工作的解決問題人員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討厭 不過 我要在這裡 謝謝廖康義砍七天假的同學 謝謝你 只有舉牌沒有大聲的講 糟了 他被寫出去了 我剛才有講到要耐心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解決問題 在今天的社會裡面解決問題 都是人的問題 那我的任務就是跟一群人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那解決問題是為了什麼呢 那我們要想想解決問題 是要實現我們的價值 實現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實現一個讓社會更好 生活也可以更好 這些價值其實都是不複雜的 但是它們都是困難的面積 領導人必須領導一個社會 但是社會也必須一起動下來 我們才會共同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問我的熱情來自於哪裡 熱情來自於我從小到大那種解釋的熱情 你今天面對臺灣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對任何人都是一個挑戰 但是喜歡挑戰的人 會喜歡在今天臺灣這個社會 來面對一個臺灣社會 有史以來最困難的困境 那我們一集一集的去集 終有一天 我們會把大部分的問題都解開 臺灣的社會會比較好 我們會更多的愛心 來照顧我們的小朋友 跟我們周邊的保護生態等等 所以對於年輕人 我只有一件事情 真的 每一件事情都值得你去探索 每一件事情都值得你去試一試 每一件事情 每個節都值得你化石的脾氣 我知道現在很多年輕人 畢業的時候在找工作 不是找不到 而是他找不到他喜歡的工作 但是我要跟各位同學講 不管你喜不喜歡 每一個工作 他都會帶給你一個有成長的機會 所以如果你要面對將來很多很多的挑戰 你必須要把自己訓練好 當你訓練好自己的時候 你就可以接受這些挑戰 而這些訓練 絕對不會是來自學校裡面的教育而已 它一定是來自於你的生活經驗 你的生活體驗 你面對挑戰的時候 你面對各式各樣不同的工作的時候 你對這些事情的態度 所以簡單地講 用很簡單的語言講 就是不要太挑 有工作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